影片速度的調整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我們剛剛不是有做這件事情嗎 來 我點這個素材 點哪一個 手指在這邊點一下 這邊可以調速度喔 好 被選到的時候呢 來 再取笑一下 被選到的時候在這邊它會提醒在這裡 我現在選的是第二顆 這個 第一顆是剪輯 第二顆是速度 對不對 那這邊可以調 有看到烏龜嗎 烏龜是很慢啊 兔子很快 我讓它快一點 往這邊拉 那時間就縮短了 最快到兩倍 我們都把它變快了 點這裡一樣 再把它變快 點這裡再把它變快 它最多只要到兩倍 來 退回一點 這次再看一下速度 它就可以變快 比如說 老師我想看車子的慢動作特寫 這個車子在轉的時候 來 玩那個影片的剪輯很重要 點起來 先怎麼 一定先做什麼 分割 我想看特寫鏡頭 分割的時候 來 點這個 到時候 點完這個呢 在動作的地方 太短它不能分割 它有限定幾秒 這邊4.6 看見嗎 所以目前它不出來了 有看到嗎 再退一點 再點一次 它就出來了 你知道原因嗎 時間太短 好 過來一點 假設我們就這樣好了 好 來 點了它 還不行 再過來一點點 點了它 好 分割完 我要做特寫鏡頭 好 那這邊在這邊 好 從這裡開始好了 把它變慢一點 調速度 來來來 變很慢喔 這段影片就變長了 來播一下看看 那現在變成這樣了 變成一格一格在走 你看見嗎 不過通常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聲音也會整個變慢 所以通常你做 加快加慢 都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 做獨立音訊 把聲音做什麼 去掉 要刪除 這個 當你變快變慢的時候 再看一下這一段 就變得慢囉 有沒有看到 一個一個在動 當你在做 譬如說要做得很慢 我們電視場那種特寫 有時候很生用 一下突然快 一下突然慢 所以當你切割完 這段快 這段慢 我們電影常常看這種手法 動作你就會可以讓你看到特寫 一段一小段慢動作 啊 突然又變快 都這樣在做 所以切割很重要 OK嗎 來 這樣各位就了解這個 第二顆叫速度 速度在提醒你 重點喔 最快兩倍 最慢也兩倍 通常在做這種效果 我們就把聲音去掉 因為聲音會更熱 怎麼說走樣 各位可以試一下